多年来啊 郭勒军主席无论是在政府 政党还是议会工作 也都积极致力于推动中欧关系和双方各领域的合作 为深化两国的传统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上个月我和普京总统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举行了友好会务 共同对中欧关系和两国全方位合作做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明年是中国建交75周年 中方院同和方一道不但深化永久木林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